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报警后 民警调出了附近监控 发现有名男子骑走了周大伯的山地车 男子骑着车从闸笼口一路骑到了九宝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连民警都没有想到 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偷车贼 但是在追踪嫌疑人的过程中发现他还连续的发生了三起碰瓷 可以看到男子骑车到了九宝的一个十字路口 绿灯亮了 一辆白色越野车右转 男子开始加速 没过多久 男子骑着车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十字路口附近 看到一辆白色上午车正在右转 男子又骑车撞上去 倒在马路上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边上的邪警也吓了一跳 赶紧跑过来询问男子有没有受伤 男子自己爬了起来 接着 邪警把自行车推到了路边 司机也下了车 一番协商后 司机赔了钱 当天晚上 民警在萧山将他抓获 男子姓张 广东人 一个月前来到杭州 你是自己主动去撞呢 为什么要去撞 因为呢 这段时间呢 住房车 开销带 他交代的话是一起碰瓷大概一百多块钱 之前有没有做过 有 之前也有碰过瓷啊 也是两三次 每次都能成功的 好像有两次是失败 你这样撞上去自己不会受伤的 身上有没有伤啊 没有 张某告诉民警 之前在广东老家就碰过瓷 还练就了碰瓷不受伤的所谓本事 那天他原本想着去酒保找工作 看到路边有一辆自行车没上锁 就不安分了 他本身当天是准备去酒保打工的 去找工作 那么一时贪心啊 看到路边有这么一辆车就骑走了 那骑着骑着路上 他又又想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赚钱 目前张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关于碰瓷的情况 警方还在调查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